接下來呢 這裡有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上的每一個人做到這都是錯的 每一個人做到這都是錯的 實驗室不可以奔跑 嬉戲 虧打 吵鬧 玩爽 虧同學 奔跑 對的 這個左邊對大哥 實驗室藥品不可以藏 不可以吃 實驗室禁止飲食 當然不可以去什麼 常常化掉飲食的味道 不可以 右邊那個大哥我們講過 要聞東西要怎麼樣 用手 三文 或者拿到鼻子 鼻子那邊 用力吸口氣 然後當場就昏倒 這個倒東西不對 我們講過要怎麼樣 順著撥棒 流下去 他倒的方法是不滴 第一 這個就是 東西如果有一些器材 或者是踩到桌面上 要立刻擦乾淨 洗乾淨 用完的器材要立刻清洗 不要堆在那邊 製造實驗室的髒亂 同時呢 因為藥品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也不知道 要把它洗 立刻就把它清乾淨 洗好 這個 到處辦公園 我曾經受害過 有一次我去實驗室啊 我手要拿一 我要擦東西的手 拿一個抹布 我就覺得濕濕的 我沒管 就擦一擦 不久之後發現我的手感覺濕濕的 然後我的手變黃了 有一根豬頭 拿那個抹布去擦了硝酸 然後沒有洗 然後後面的豬頭就是我 不知道 用手去抓 我的手就碰到硝酸 我的手就被硝酸給弄到 就變得黃黃 油會被焦 所以立刻清乾淨 洗乾淨 這個就是 不要堆置雜物 會避免你會半倒 跌倒 受傷 或者是撞到藥品 打翻 嘩啦嘩啦 這個人的錯誤呢 有兩個 一 他倒的方法說 講過要順著撥棒倒 對不對 第二個是 這間實驗室裡面 就這個大哥沒有戴安全眼鏡 基本上我們在國中做實驗的時候 都沒有安全眼鏡嘛 我們都沒有戴安全眼鏡 但是你看這個實驗室裡面 只有他一個人沒有戴安全眼鏡 就是不對勵 就是酒精 酒精燈要擺好 不可以拿書本墊高 因為書本會燃傷 不可以拿著書本擋封 我們有擋封板 用擋封板去擋封 然後呢 不要那個 不可以用書本去擋封 用書本去擋封 OK 這個人 這個人做錯誤已經是做什麼 那我一個類似的衣服 你們上高中之後 會要人買實驗衣 都是長袖的 長的 要把你的身體遮住 避免讓畫質要你直接碰到 接觸到你的皮膚 所以 他還把袖子捲起來 這樣不行 要把它遮蓋住 能蓋住就把它蓋住 對 這樣子 對的 那就不要講了嘛 拿個豬頭去拿一個螺絲起子搓那個插座 要想鑄墊 這個不用說啦 這個女生呢 第一個錯就是 她在做實驗的時候 眼睛沒有看著她要做實驗的東西 OK 再來就是她的頭髮 好 在實驗室裡面 不要有這種容易被勾到 拉到半刀的東西 所以女生如果留長頭髮 要把我把彈起來 弄起來 彎起來 不要彎 飄啊 飄啊 感覺不要在飄逸啊 好 那如果就被總共燒到 就被總共燒到 就要反響 衣服上面也不要那種戴兜戴刺的 會被人家勾了拉扯 那種 一個不要常常戴飄來刀去 那都不一樣 都不可以 就跟類似 那個把衣服 捲起來那個類似狀況 這兩位大哥的方式啊 下面那位大哥 基本上加熱位置正確 飾管夾放到上面一點 然後再加熱底部 上面那個大哥呢 他把飾管夾夾在中間 然後他夾到他的飾管夾 這樣是不對的 然後兩個動頭處就是 他們都感覺那個飾管口在朝忍 飾管口可以朝上 可以朝下 絕對不可以 朝忍 絕對不可以朝忍 OK 就是他錯的地方 好 這個大概在領食 實驗室不可以吃東西 實驗室不可以領食 不可以吃東西 好 不可以吃東西 你也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人 留了什麼奇怪的畫面在你桌上 你的手刻已經碰到了 就要你嘴巴裡送 你可能就再見了 你可能就再見了 尤其是像大學畫一些時候 都會有很多東西啊 很多東西 所以實驗室不可以領食 所以這張照片裡面的 每一個人做的都是錯的 每個人都是錯的錯的 到處你說一些實驗 應該要有的注意事項 大概就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 謝謝